這個當然你你底下的話理論上這個 如果你不會用那個參照函數的話你可能要複製有沒有 然後取消貼到這邊來 那貼上當然你只要把第三個參數啦因為第三個參數是要找什麼column index number 意思說第幾欄的意思啦那當然第二欄那這邊改第三欄 你可以打勾 一樣可以查到總銷量嘛所以張 零零二的這個有沒有一樣啊再來其實也是一樣所以 如果說你用剛剛的方法你二三四打勾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五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方法好像 不是 藍數少還好如果藍數多的話岂不是一直也是跟他類似那有沒有什麼 比較聰明一點做法呢當然有了 第一個你可能要解決這二 下一欄三四五有沒有什麼方式啊 如果當我輸入某一個利用某一個函數他可以自動怎麼樣 自動幫我 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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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可以看到 剛好現在的列有沒有 現在在第四列 第五列第六第七 剛好如果下一列就加一嘛 所以呢在以上裡面有一個函數 叫做肉函數 這個肉函數的話也是要檢視 其實他叫參照函數 所以你可以找到一個叫肉函數 這個肉意思說他可以自動幫你抓到你現在在第幾列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這個地方不用他會自動抓到現在儲存格在第 四列有沒有 那如果你往下填滿的話 他會變什麼 4567 再往下 反正他現在哪一列就哪一列 可是我們要的數字 並不是45 4到7 而是 2 到 5 對不對 所以有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他變2到5 把他怎麼樣 減 2 那比較好 因為他回來是一個數字嘛 那你把它減了2之後打勾 向下填滿 放開 有沒有 2345 那這個數字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把這個地方假設我不要貼的 我可不可以怎麼樣 在這裡怎麼樣 加一個什麼肉 小瓜糊 減2 有沒有 其實 這個小瓜糊減2之後回來一樣是2 那如果你打勾之後的話向下填滿 其實放開有沒有 結果OK了 意思是怎麼樣 反正你向下填滿 我只要取得 那個2345這個數字的話 那你可以利用什麼用Row這個函數 幫我們解決 那同樣啦 其實未來當然如果向下是Row 向右的話 其實另外一個函數 你叫什麼 插入函數有沒有 其實有一個叫藍的 Column Column的話那是取得你現在在哪一欄 那回來 他不會是K呀 他會叫11 就是告訴你說 A一直到K啦 這一欄的話是 向右填滿的話 基本上 他會是 自動幫你加一欄 OK所以基本上 以後如果你要 去抓到某一個數字 他如果是向下 隨著 那個列增加 那你就可以用Row函數 如果向右的話 你可以用Column OK所以 Column 現在用不到了 不過 也許你大概可以知道一下 有這些東西啦 我 之前有常常請同學 練習一個99層發表 的練習 比如說假設啦 你們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自動這邊就是 1乘1 1乘2 1乘1等1啦 就99層發表吧 有沒有 那如果用99層發表 但是我99層發表 我希望用Column跟Row函數 幫我完成的話 那其實 你們可以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把它拼湊在一起 他可以自動向右 向下 99層發表 一次就可以完成了 好 有沒有有沒有可能 前面可能是藍 後面可能是列 所以其實你可以講 插入一個函數有沒有 如果我們練習一下 假設先用Column的1對不對 那後面我可以串一個什麼乘號乘我用那個x來代替 and一個乘號 and什麼呢 這個Row我自己打好了小瓜糊 打過一下 1乘1有沒有 後面然後你可以再串什麼 等於and一個等號 在and什麼呢 兩個相乘 所以你可以把Column乘Row 我用這個來改好了 Column乘Row乘的話就是直接乘 小瓜我漏掉 OK 有沒有 就是1 乘1的結果 打勾一下 那我把它自裝喔 其實你做完這個 應該看得懂這個敘述吧 這個時候會變什麼呢 向右 6 8 9 有沒有看到 向下 有沒有看到 一個99層發表 就快速的在你眼前出現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那這個Column跟Row還蠻重要的 很多地方 如果你會用的話 很快可以產生你要的資料 甚至的話你可以從別的地方抓資料來放在 你指定的位置都可以利用Column跟Row快速的幫我們 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是額外的延伸性的練習 所以如果等一下 你做完 剛剛的那個練習 可以試試看 在旁邊插入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也許叫99乘法表 裡面的話如果我希望顯示出來是1乘1等於1 只要做一次喔 向右向下 自動產生的話你可以用 Column取得這個 其實這個就1啦 1乘上1 1這個 等於相乘的結果 這個我想有有時間的話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好那 請各位試一下就是說 剛剛那個VILLE函數本來這邊是取得他第幾藍 那我可以用Row來產生我要抓的那個第幾藍的位置給他 2345 這樣的話打勾之後 向下填滿一次就OK了 做完之後呢也許請各位再複製一個 Ctrl鍵按住 如果說呢我們說在 常用的另外一個叫INDEX函數 INDEX函數呢 用到的機會蠻高因為VILLE函數很多地方沒辦法 那怎麼辦 你可以利用INDEX函數 幫我抓我需要的資料 換一下那可是你想說 INDEX 怎麼用 不過我 建議各位如果有些函數即便你完全沒用過 你也不用太單一下因為其實 函數的特性 反正呢他一定是問答式的 他一定問你說請你給我什麼 第一個問題範圍 第二個問題哪一列 哪一藍 所以呢你就告訴他說 我的範圍在這裡 我的列 是哪一列 那這個這個列跟藍是相對於這個範圍的列跟藍 OK 如果我是002嘛那我應該是這個範圍裡面的第幾列呢 有沒有 這個叫是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第幾列呢 應該是這個是第1嘛對不對 第2 你會發現這個2 跟這個2 剛好妹去 有沒有 他也是002 因為 112剛好順序一樣嘛 所以你可以把列 Role Rumble 可以怎麼樣 指向他 那Column的話呢 指的是這個範圍裡面第幾籃 那就第2籃嘛 所以有沒有按確定之後的話 一樣可以什麼 抓到我要的 可是我要下一個的話基本上 大概向下填這一題其實跟剛剛那個有點像 那Column的話有沒有他現在在第2 那再來就第3第4第5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跟V多按數一樣嗎 2345那其實你這邊可以把它改成Role 小瓜糊 減2 不就也是2 但是Role 的好處是向下填滿會自動幫你加1啦 所以你如果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等一下因為向下填滿這個要可能要鎖起來 不然他會自動變那裂號都要把它鎖起來 否則他等下向下填滿都會跑掉 這個地方的話 OK按確定 那一樣可以什麼向下填滿放開 你會發現 張博 張顯雅 有沒有這一串 實際上呢他也一樣可以用index函數 幫我把資料呢 直接就帶過來 當然一樣啦你上面如果變化的話 下面呢也會跟著變動 好沒有問題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剛剛 重點回顧 1 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 Role -2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其實也類似 不過呢 他裡面的引述 不太一樣 先給一個範圍 再給 抓哪一列 哪一欄 OK那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些完成的畫面 其實雲端上也都有啦 所以如果有一些細節 假如一下子沒辦法反應過來的話 可以稍微參考一下那個雲端上面的那個 那個畫面 這是什麼樣子的 現在這個畫面 是時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